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投资1500万的葡萄酒厂遭遇连年亏损 晚上大概现在赔了400万 把酒厂卖掉 一个点子轻松实现葡萄酒年销售额2000万元 本期农广天地不赚钱的山庄让它年入2000万 马上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好 欢迎收看农广天地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来自河北省青黄岛市昌黎县的胡刚 他在当地可是小有名气 为什么出名呢 是因为他十几年前做的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他把自己经商近30年积累的资本 投入到了一个他完全外行的领域 生产和销售葡萄酒上 从而导致了连年亏损 但最让人惊讶的是 最近几年啊 胡刚的葡萄酒市也突然是做得风生水起 每年轻轻松松就能实现2000万元的销售额 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在增加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胡刚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哥哥快点 一起过来这里有个大苹果 好吃 快点老板 问你一个 先找 这个叫沙果 苹果 这个玫瑰香葡萄 这个是飓风葡萄 这个挺甜的 对 特别好 还有那个吃到后面有野草 我爱吃猪肉 这里是河北省秦皇岛市 卢龙县的一个葡萄酒庄园 在这儿不仅可以亲手体验采摘 品尝土猪肉 还有更多的乐趣 然后我们还可以到二楼品鉴红酒 然后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红酒的知识 游客来到这儿各种吃喝玩 一天下来得花不少钱吧 不不不 这个你也想错了 酒庄庄主很大方 就是免费的 不收费的 只要来到酒庄 吃住游玩 居然全免费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整座酒庄还不赔个底朝天 游客口中提到的酒庄庄主 到底是谁 他这是要干什么 这就是酿酒葡萄赤霞猪 这个人就是这座葡萄酒庄的老板 胡刚 看到游客玩得高高兴兴 不仅只字不提钱的事 并且趁游客玩得正带劲 给大家做起了科普 这是鲜石葡萄玫瑰香 大家都尝一下 尝一下 好 是吧 这是酿酒葡萄赤霞猪 大家也尝一下 也尝一下 尝一下 酸的 好像那个鲜石葡萄 大家吃着很甜吧 但是它的糖度 没有赤霞猪的糖度高 我尝一下 16.8 16.8 16.8 我得尝一下 赤霞猪 看啊 大家看 24.7 因为这个呀 赤霞猪啊 它酸度比较大 酿酒葡萄啊 就讲糖酸 要平衡的 对于这些游客来说 免费吃喝玩不说 还能了解到很多的知识 自然是乐此不疲 来了几回了 没事的体验都不一样啊 第一次 第一次见过这种酿酒葡萄 下面呢 我就带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葡萄破碎的这个过程 破碎完以后啊 咱就经过搅拌 把果浆 浸出来以后 咱就开始 加酵母 就开始进行 花椒的过程 太沉了 太深了 把我早起饭都 给我消化没了 很快 胡刚又带领着这些游客 来到了葡萄酒厂的 品酒市 行酒是有三部曲 观其色 闻其香 品其味 观其色呢 就是你看这个 瓶子这个酒体这个边缘 边缘发褐色的话 这就是老酒 发紫色的话 就是新酒 这一款酒啊 是09年的葡萄酿的酒 和13年酿的酒 调配在一起的 就是老酒啊 酒香浓 新酒啊 果香浓 这个口感 又有酒香 又有果香 游玩 采摘 走进葡萄园 体验自酿葡萄酒 品尝葡萄酒 一圈转下来 游客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对葡萄酒 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甚至有些游客 已经萌生了 与胡刚合作销售葡萄酒的想法 想了解一下这红酒 然后想从这红酒上面 看看有没有商机 这样的结果 正是胡刚想要的 在胡刚看来 来自己葡萄庄园游玩的人 不仅仅是游客 他们还有另外的身份 潜在的消费者 有些甚至是 潜在的合作伙伴 让游客来到自己的葡萄庄园 了解自己的葡萄酒 从而转化为消费者 或者是合作伙伴 这种方法 胡刚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产区体验式营销模式 就是把全国的客人 带到庄园来 让他整个感觉到 从葡萄的种植到酿造 到猪头的装品 整个过滤的一些过程 都让他身临其境地感觉一下 这样的话 他更喝了那酒 更放心 他会去传播 他会把好的东西 也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现在胡刚的葡萄酒事业 做得风生水起 当初刚刚步入葡萄酒行业时 胡刚简直是一窍不通 基本上一点了解都没有 当时只是知道 秦皇岛是酒葡萄产区而已 胡刚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人 已经商二十多年 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 现在他今天就有三件 电器也经电器这一方面 有远见 做事过断 然而2006年 一位朋友的出现 改变了胡刚的经商轨迹 过问春节后 朋友找到我 说现在葡萄酒 这个行业前景很好 当时那秦皇岛地区 都有不少葡萄酒厂 说投资这个葡萄酒也能有利润 秦皇岛是我国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基地 名气也很大 芦龙县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 十分适宜酿酒葡萄的生长 尤其柳和山谷产出的酿酒葡萄 更是质地上乘 当时的胡刚也在寻找新项目 拓展自己的商业领域 俩人商定 由胡刚出资 朋友负责经营管理 最终在卢龙县柳和山谷 投资1500万元 建起了一座占地15亩的葡萄酒工厂 当年便与种植户签订了协议 订单种植酿酒葡萄 转眼三年过去 葡萄酒厂经营一直不温不火 2009年春节刚过 当时发生的一件事 胡刚至今清晰记得 找到我说 胡刚啊 这个 你还经营了三年 这个也没有销售 也没挣到钱 要不然吧 工厂给卖了吧 晚上大概现在赔了400万 当时秦皇岛当地葡萄酒品牌 就不下几十个 国内的葡萄酒品牌 更是成千上百个 胡刚的葡萄酒 因为是新品牌 没有知名度 很难打开销路 到底是干是不干 干是怎么干 不干 把厂卖掉卖给谁 亏多少钱卖 问题是你想卖 就有人买吗 当时肯定要建议他们 把酒厂卖掉 对葡萄酒这个行业 确实是不了解 胡刚的女儿现在国外留学 学习葡萄酒品鉴专业 2009年正在上高三 胡刚犹豫不决时 正是当时女儿的态度 让胡刚迅速做出了决定 我父亲跟我讲 他问我对红酒感不感兴趣 我说很感兴趣 他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肯定是他想做这个行业 所以说我就给他过来打基础 也是想体验一下 我自身的能力和价值 这个行业不好干 有这么难干 我又干成功了 是不是我的价值也来了 2009年9月 女儿顺利考取了 西北农林大学葡萄酒学院 胡刚也开始着手 葡萄酒厂的经营管理 葡萄酒到底怎么销售 胡刚没有一丝头绪 2009年10月 偶然的机会 在一位商场朋友介绍下 认识了这个人高晓波 一位葡萄酒酿造专家 就向他去学习 去让他帮我指点 为了寻找葡萄酒销售的突破口 在高晓波的建议下 开始到广州 深圳 厦门等沿海城市 进行市场考察 因为那边是红酒消费地 普通人家都喝红酒 去的时候肯定是选最好的市场 就是在外出考察中 胡刚了解到了一种营销模式 也正是这个营销模式 让胡刚毛色顿开 钻卖葡萄酒 这样的专营店 2010年 胡刚在广东东莞 建立了一家自己的葡萄酒专营店 一瓶葡萄酒售价在百元左右 目标客户瞄准了当地的一些 中小企业老板 凡是感兴趣的客户 邀请到专营店现场品尝 坚持了一段时间 胡刚的葡萄酒在当地 逐渐打开销路 然而 年底一盘点 专营店营销模式的 弊端显露出来 咱们还是以中低端产品为主 咱们虽然有一些利润 但是最后了跑出去 整个运营体系里边的人 等等的费用 最后还是捞得亏损 我这天还亏了 一百多万块钱 无奈 胡刚只能痛下决心 把专营店关掉 专营店营销模式 没有增加利润 但胡刚却有了意外收获 就是我做电器那些朋友啊 做珠宝那些朋友啊 他们就是单位企业定资一些 自己的商界人脉圈毕竟有限 再扩大销量已经不可能 就在胡刚一筹莫展之际 曾在东莞负责专营店的刘勇 提出了一个想法 打个简单的比方吧 我的企业来说有20%的毛利润 那么比如说我出低端的产品 可能二三十块钱 那么我一瓶的利润 可能就是四五块钱 但是如果说我出两三百块钱的产品的话呢 我20%的这个毛利润 我可能就达到四五十块钱 生产高品质的葡萄酒 提高售价保证利润 但是生产出来卖给谁怎么卖 这一切都是困难 正当自己不知如何扩大销售时 留学的女儿给了她灵感 女儿就跟我讲啊 国外的这个葡萄酒营销方式啊 她就是都是在庄园里面 休息天啊 就是几个人啊 都聚一聚啊 就是到酒庄里面 品品酒啊 看看喜欢哪一块 得待会几箱酒 胡刚专门出国进行了考察 发现能够到酒庄品酒的人 都是消费水平比较高的人群 回国后 胡刚有了思路 借鉴国外葡萄酒庄的营销模式 生产高品质葡萄酒 做产区体验式营销 我想把全国的这些 喜欢葡萄酒 喝点葡萄酒的人 都让她到庄园来体验 整个产业链 她都会知道一些了 通过在自己的庄园里住 在喝上净着庄园的酒 在吃上两个庄园 自己的菜 感觉是不一样了 葡萄酒销售连年亏损 胡刚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 我想把全国的这些 喜欢葡萄酒 喝点葡萄酒的人 都让她到庄园来体验 投资三千万建庄园 家人朋友强烈反对 不是头脑发热的吧 反正我就认准得到 我一定要走下去 广告之后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看胡刚如何迎来事业的 第二个春天 经历了连续几年亏损之后的 胡刚啊 决定改变思路 做产区体验式营销 然而产区体验式营销 应该怎么做 这种模式真的能有效吗 那胡刚能否用这种模式 扭亏为盈实现逆转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要做产区体验式营销 就要有休闲农庄 就要有吃住配套 这需要再投入大笔资金 这样的想法 立刻遭到了家人朋友的强烈反对 周边的环境 当时了解的情况就是喝桃子 就是好像是没有看过的前景 一片黄山 一片野地 你在这儿是桃子 这不是冷的水里都不响啊 不是头脑发热的吧 这可了不得 环上我就认准得到 那我一定要走下去 2014年4月 胡刚在家人朋友的反对下 在距离酒厂两公里的地方 流转了500亩核滩地 胡刚又拿出自己的大部分家底 投资3000万 开始建造 即休闲采摘体验 住宿为一体的酒庄 为了推动产区体验式营销 胡刚在建酒庄的同时 已经在想办法生产高端葡萄酒 你先有了好的葡萄酒 你才高的人群 才一步一步一步来得多了 怎么才能生产出高端的葡萄酒呢 胡刚找来酿酒工程师 刘铁华商量 刘铁华说出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条件 提升葡萄酒的糖度 还有综合质量 整个葡萄的里边 所含的这个花青素啊 一些多分类物质啊 是人体所必须的 这些微量元素呢 都会提升 怎么才能提高葡萄的综合品质呢 技术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办法 现产 这样的方法 胡刚很认同 你有的好的原料 你才能产出好的葡萄酒 现产的第一步 就是选择现产地块 经过勘测土壤特质 并考虑葡萄树林等综合因素 最终确定了100亩现产区 我们选用的全部是10年以上的树林 它的根系很发达 它会把土壤当中的很多微量元素 都集中到咱们果粒里面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属于山坡地 地势比较高 这儿的话它排水性比较好 而且它的光照和透气性 通风性都非常好 转眼就到了2015年10月 酒庄已经建成 高端葡萄酒也已经有了储备 酒庄里栽种的鲜石葡萄 苹果等已经陆续挂果 酿酒葡萄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季 时机已经成熟 验证产区体验式营销思路的时刻 也到来了 人从哪来呢 联想到自己借助商场朋友圈 卖酒的经历 胡刚决定 这一次依然借助朋友圈 邀请大家来体验 凡是愿意来的 还可以带自己的朋友来参加 并承诺来到酒庄后 吃住游玩全免费 大概50人住宿没问题 吃饭的话 一起吃饭100人不会有问题 妙春来自福建厦门 也是酒庄建成后 胡刚接待的第一批游客中的一员 他整个的采摘 然后到工厂去破碎 这种一系列的流程 一些工艺的流程 我是有亲眼看到 然后又品尝到这个酒 确实是很不错的 不仅如此 胡刚还有了意外收获 你也想做点什么项目嘛 然后就跟胡总又深聊一下这个事情 原本只是想吸引人来品酒买酒 居然还有人提出想合作销售 很快 胡刚就与妙春达成了经销合作协议 胡刚负责供货 妙春出资在厦门建立葡萄酒专营体验店 正是这件事 就陆陆陆续续就多了 很多人免费体验后 就被转化成了消费者 葡萄酒销售量开始稳步上升 不仅如此 每次活动办下来都有意外的收获 到2015年底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胡刚在全国已经有了12家合作专营体验店 胡刚曾经开专营店的经验 居然也派上了用场分享给这些合作伙伴 我们就以这种沙龙啊 然后这种请客的方式 让大家先品尝我的酒 每一轮这样的这个小沙龙之后呢 效果都很不错 朋友都来复购 合作伙伴的销量不错 胡刚也十分高兴 但是过了没多久 合作商都遇到了同一个难题 在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有一些客户 高端的客户锁不住 听到这样的消息 胡刚有点着急 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留住这些客户呢 2016年初的一天 正是与合作伙伴王燕青的一次聊天 胡刚找到了思路 当我们的服务让客户感到非常非常的惊喜 甚至感动的时候 那随着他对你的这个粘性会越来越大 惊喜 感动 粘性 经商多年的胡刚很快通过这些词汇 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只有服务的好 你才能得到朋友的认可 你才能回头能合作 为什么不把这些合作伙伴的目标客户 邀请到自己的酒庄来一个深度体验呢 胡刚决定 让合作伙伴邀请他们的目标客户 前来酒庄观光体验 吃住游玩依然是全部免费 每个月大概都有两次 至少就两次过来 基本上来我们这里考察的客户 成交率在99% 我们的合作伙伴呢 一旦有困难 就会带着他的朋友来庄园 就是整个让他的会员 全产业链体验 通过这个呢 我觉得有一些中高端的客户 他们就奠定了 产区体验式模式 让胡刚尝到了甜头 合作伙伴和客户群体 迅速增加 2016年已经发展了 80多家体验店 客户群体达到了5万多人 2017年 合作伙伴已经发展到将近200家 遍布全国各地 客户群增加到60多万人 胡刚与农户签订了3900亩的订单 种植协议 依靠产区体验式营销模式 胡刚的葡萄酒年销售额 增加2000多万元 如果您已经坐拥了千万财富 您会做些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 1000个人会有1000个不同的答案 胡刚用实际行动送上了他的答案 同时胡刚用他的第二次创业 告诉我们 在创业这条道路上 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决心 坚韧的恒心 以及创业过程中的发展思路 并始终如一地朝着既定目标 不断前进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